亚马逊宣布将砸数十亿美元来台设立云端资料处理中心 加上之前Google微软来台设立资料中心等于三大公有云全都落脚台湾 不过有专家担心AI云端资料中心都是吃电聚受 台湾缺电恐怕是未来的一大问题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全球半导体需求强劲成长 法人也持续看好半导体材料通路族群 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关注来听听专家分析 台湾的护国神山半导体产业技术持续领先 需求更加火烫 跟着带动半导体材料通路族群 我们来比较相关个股 刚刚公布的五月份营收数字 包括利基包括华利包括长华以及重月 其中我们就挑这个华利这一档个股 来做深入的一个探讨 华利在五月份的月营收是出现月增10% 那跟去年同期比它是年增35.3% 至于说今年第一季的EPS 它也赚了一个1.8元 那因为五月份的营收它除了双增之外 它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次高的一个记录 那当然这一档个股主要是大中华半导体 前段制成材料跟化学品的一个最大供应商 而这个供应商最重要是提供光组跟去光组 特殊气体以及同制成研磨 包括耗材跟零组件的一个关键厂商 CJI需求爆发 预期未来在大客户COAS产能逐步开出下 先进封装材料营收有望逐迹攀升 此外就是它本身做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干模 已经切入了一个低轨卫星基地台的一个讯号接收板 这一项也预估会在第二季这边 客户的需求量会直线的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 那此外则是在平南的一个产业园区 它打造了一个全台首座 这个奶气的一个提存工厂 也预估会在今年第四季这边 进入一个市场的一个阶段 这个也渴望带动整体 这个公司气体业绩的一个成长 所以短线上整个的一个华丽 股价已经有所谓上工的一个态势 半导体供应链平台 公司成长动能 力拼除季增温 市场也是乐观看待 动物圣谈宁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樒